主持人 今天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之前您曾经提到说,打天下跟金榜提名是中国草根群众唯一认可的合法性权源。 这两者都体现了能力跟机运的选择,失败者只能抱怨他有才无运,不能对游戏规则的公正,提出任何指。 所以王侯将相,宁有总乎,在文武两道体现才是中国真正的宪法习惯,具有非常高度的稳定性。 所以说,没落的王朝没有办法转换成徐军,乡生和商人没有办法维系民国,其实这两者才是真正能够产生宪法,产生等级共治的正统图境。 所以说,是因为国际博异的因托扬差或者是明明的裁决,天命落在一组打天下的革命政党身上,而且金榜提名的期待一直在跟在这个打天下的后面,顽强地希望改造共产党的政党,成为某一种世代夫官僚统治的修正党。 所以,您这样说,如果以后诸夏得以复国,是不是也难以逃脱这个东亚挖地的这个习惯性的怪权,难以实行真正的等级共治混合政策? 这个我完全预测不到,因为将来相应地区的人口还能幸存下来多少,都是无法确定的事情。 严格来说,诸夏是一个很复杂、很混乱的词,而它的混乱程度跟民主差不了多少,至少我是故意让它处于混乱状态的,这样使所有各去所惜的人都可以加入进来狠狠地折腾一番。 有些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依靠韩分来增加力量的,所有人都可以认为这个才可以为我所用,然后大家胡乱折腾一下,才能够收到打破现状的作用。 而我这样设计,目的其实有几个,这几个目的是不相同的。在最初有点分不清楚。第一个目的就是纯粹为了破坏现状,或者说是损人不利己的,至少是不一定利己的。 因为沦陷区的互害社会恰好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把口袋伸进别人口袋里面,破坏别人制造的秩序很容易,而自己制造的秩序却很难。 同时也是为了我自己私人的目的,我一点也不高兴让共产党重新变成满清。 然后我相信沦陷区的士大夫阶级和广大顺人们对这一点是有极大兴趣的。 所以历史真相党人的说法他们根本没有用,因为他们对真理或者狭义的事实从来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害怕的是什么呢?就算是大清江山是骗来的,如果推翻了大清,另外折腾一下子,中间这个中间期,我们士大夫阶级做不成官,广大的顺民不能享受太平之福。 就算是大清注定要亡,改朝换代,希望等到我孙子那一代再去,尤其那时候我已经死了。 所以,千万我绝对不愿意听什么关于崇祯皇帝的真相的故事。就算我明知道它全都是真的,因为我除了嘴越一不所有,一定要在形势上维护大清。 像海外这些打着红旗的什么什么爱国华销肯定就是打着这个主意,马华还有台湾的国民党也打着这个主意,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翻身希望的边缘人,我看着印度人或者穆斯人骑到我自己头上。 但是如果中国崛起,或者至少是假装崛起了,马来西亚或者韩国看似人像是中国的翻属了,于是我们之间的阶级地位就翻身了。 比如说,英国人是太上皇,无论马来西亚形式上是独立还是不独立,英国人都始终是太上皇。 穆斯林王宫是英国人的代理人,而马华什么也不是,是跟代理人打杂的。如果太上皇变成了中国,变成了大明朝,马来西亚变成了朝鲜王国,那么马华就变成代理人了。 于是,马来穆斯林就变成连汉语都不会讲得深番。大明朝接受朝鲜朝贡的时候,必然会说那些会写汉诗的人才是文明人,那些只会说韩国土化的那些写韩国本土文的人,那肯定都是野蛮人。 所以,知识这个东西是从属于政治的,它从来不是什么理性客观中立的东西。 例如,共产党在满洲评职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人,在满洲国时代的工人缺席出身的技术员,不能评工程师,只能评几级几级工。 按说,共产党不是支持职称,它是代表工人阶级吗?你不是赶索了殖民者,然后应该工人阶级统治,你应该把这些人提拔为长长和经理才对。 但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第一,他们只会掌握两种文字。一种是他们从小学的土化,无论那是什么,第二种是书面文字,他们只会日语。 如果让他们变成了工程师,那就等于是满洲户壁了。日文不算学问,所以用日文表达的知识都不算知识。共产党判定你是一个文盲。文盲但你还是工人,所以你还算工人阶级。我们按文盲的规矩给你平均一个工人,你该知足了。 那么谁来当经理和工程师呢?那当然是有文字化的人,就是延安鲁迅师范学校,人民大学派了什么?他们懂中文,他们的全部学问就是编著白毛女和写白毛女,他们又来负责当工程师。 所以,语言文字的背后体现的就是政治上的阶级颠倒,而阶级斗争造成的犯觉始终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动力。政治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就是像马华或者美华这种人。 为什么美华产生出来的费拉右派如此之痛恨墨西哥人或者黑人呢?因为墨西哥那个黑人会当兵,在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地位显然比你高,于是他们就会说,你们的犯罪力有多高,我们挣的钱有多少,我们的地位应该比你们高。 马华也是这么说的,难道我们赚的钱不是比马来布斯林多吗?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是统治,而让你们统治的?你们才是深藩,他们心里面肯定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就要涉及一个费拉资本主义的绝妙问题了。广大的汉字圈的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显然跟欧洲封建主义产出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的做法很明显,就是依靠牺牲劳动阶级的利益,把劳动阶级变成散沙化的劳动力,就是随附赚里面描绘的这些东西。 然后有一批不知趣的学者,也包括欧洲学者,激动地说,这难道不就是纯粹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力吗? 行费解散了,自由劳动力进入了雇佣市场,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吗?孙二娘不是一个萌芽时期的资本家吗?但是他们完全搞错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方面都完全搞错了。 这样的人纯粹朝不保夕,像宋江那种用一顿饭就能收买的无产阶级,是产生不什么寄出来的。 像欧洲那些工艺传统,教堂里面到处可以看到的美丽的蓝色玻璃,动不动就要制造出来的、会走路的、不滚鸟之名中诸如此类的东西。 机器人的传说在欧洲是非常常见的,在中世纪是极其常见的。 都是那种被何清廉这样的费拉自由主义者贬成美国要玩的根据是恶霸一样的工会。 他们根据的封建契约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教区性的封建契约,它动不动契约签约是上百年的。 我的祖先跟某某决约签约签约的关系,决约的子孙是不能随便违反的,它绝对不能像是宋朝或者是明朝的地主那样。 我请殿农就是在替我打工的,如果我不需要它,我可以解雇它。 但是欧洲的封建领主,它不是罗马法意义上那种绝对财权的主人。普通化的财产权,封建的财产权,它是一种政治权,它是分成的。 欧林说,某一块土地是该共同体,各种权力的一个重击体,封建领主并不是地主,土地也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财产。 他的附庸使用这块土地的逻辑并不是说我要的工资最低,而我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多,而是我的祖爷爷跟爵爷一起打仗的时候,爵爷冲锋陷阵的时候,我替他扛着旗子或者盔甲。 由于有这种关系的缘故,所以我产出多少,交多少钱,那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爵爷的祖爷爷跟我的祖爷爷是这样的生死兄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爵爷是个将才,而我的祖爷爷好像只有当兵才能。 所以我这承认爵爷的子孙还要提在我头上,但是他是不可能解雇我的。陈尼斯汉或者是罗尔哈赤是不可能解雇他手下的武士的,任何一个酋长也都承受不起,在打仗的时候他手下的武士对他不忠或者是对他心怀怨恨,他们必须是说话算话相互吸引的一个实体。 就好像说是,一个足球队不可能说是,在关键时刻,守门员抱怨说队长上次队友不攻,球飞过来的时候我就趴下不接。 但是在宋明各王朝的官僚体系当中,这种事情简直是太常见,太时空见战了。李弘章北洋舰队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干我什么事情,我正好要报复一下李弘章。 而类似足球那样的团体都是封建团体产生出来的,它里面起作用的工人团体都是有保障的、跨代的。他享有的保障不是他一个人的,他不是一个出卖劳动力的人,而是埃登伯克说的那种从祖先到子孙的一个连锁的契约。 他本人就是宪法体系中的次要合作者,地位虽然比领主低一级,但是权力却是同样巩固的。 所以,像费拉资本家那样想象的那样,我带一批中国工人到美国来排挤美国工会,这就是跟侵略者是差不多的事情。 这就差不多像是意大利的商人跑到巴黎来排挤巴黎的行会,而法国国王是毫不犹豫地要没收意大利商人的财产而要保护他的工会的。 因为那些工会,比如说勃根底公爵跟奥尔良公爵在王位继承前争夺的时候,各局一辞的时候,那些行会是可以举足轻重的。 他们带着他们的砍刀上街,指不定国王陛下亲定的皇太子就要当把法拉西国王。 而你龙巴商,我欢迎你来,还有犹太商人欢迎你来,是因为你能借钱给我。钱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起国王的老命和国王太子能不能够继位这事情来说是非常次要的。 如果大家一起发财不惹是可以的,如果惹出事情来的话,那滚蛋的肯定是你。这种事情在中古世纪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当然,这种事情让何清廉看到了以后,他立刻就要仰天常常说,法国要完了。我们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美好,你们居然实行社会主义,难道不是欧洲人就要完了吗? 那么反过来就给下一个推理,是不是现在中国,就算习近平不是,江泽民主义算是资本主义了吧?世界上还有工人阶级比在江泽民实在地位更低,可以随时扫地出门了吗? 那么中国不是就要发达起来吗?中国要称霸世界,那么看来我们美国还是很有希望的。美国人害他们的不足正道了,尤其是在万恶的柯林顿和奥巴马这些左派分族领导之下。 维护工人的利益,你们是要完的。新兴资本主义是在中国,因此我们美华眼看就要起来了,你们这些放纵黑人、墨西哥人的万恶的美国左派马上就要向我们抄共了。 所以你看,尽管我们最初在1989年还是反对派,但是国民党都可以投共,我们为什么不能投共?再过几年,我们根据以上的历史发展必然规定,天经地义就应该投共了。 但是这样造出来的结果,真正的技术员都是不信的。 因为真正的技术员在八九十年代一天到晚哄骂共产党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爷爷住的是大英帝国造的房子,而你们喊着革命口号把大英帝国赶走了,把苏联请进来。苏联造的东西比大英帝国差多了。 现在我们自由民主,以后我们要住大英帝国一样好的房子。谁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他们造出来的房子不仅不如大英帝国,连苏联造出来的房子都不如吗?"。 但是这就显示出意识形态法语体系的重要性了,就是诗语。像我们敬爱的萨伊德同仲所说的那样,东方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只有西方人能替东方人代言。 例如,在希腊戏剧当中,波斯国王和王太后的演员有希腊人替他说话,他顿时从这件事情看出了西方殖民者对伊斯兰事件的统治。 伊斯兰事件的学者只能用西方的语言来描绘自己,像是女人用男人语言来描绘自己,总觉得别扭而且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你要说自由主义不对,那么难道社会主义更好吗?好像又不是这样的,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又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 最近几十年,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就在这当中折腾。这个折腾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并不懂得西方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其实不懂得人性本身。 西方自由主义是有默认的前提的,这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教会和宪法的存在。 而教会和宪法,教会护得兜底。工人如果失业了,有教会在,那他们是不会变成张献忠了。而资本家的财产安全有宪法在。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贵族跟国王的契约。 所以,封建和基督教这两个元素事先给他们把房子盖好了,他们在里面只是在墙上贴壁纸,然后他们把那些在墙上贴壁纸的技术传到了东亚。 于是,这些伪自由主义者就宣布,我们可以用壁纸盖一座房子,然后他们就搭了几个竹竿在上面贴了几张纸,然后宣布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美好天下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如毛派。毛派的理论是一塌糊涂,但他们正确地指出了一个其实大家都看到的事实。 就是说,你造出来的那些产品,偷工减工,还不如毛时代,苏联用八级技工,十三级技工,还是多少技工,技工训练造出来的那些东西。 邓小平改革开放有一个重要的效果就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从初中开始分流,学习好的是上高中,高中大幅度减少,在高中阶段就当然讲一下高中生,大学生更是少得呼茫领角,成绩不好就去当技工,于是事先就宣布技工是贱民的。 那么你熟了高中上大学干什么呢?当然是做官。为什么广大知识分子热爱邓小平呢?因为邓小平变相地、不愤地恢复了隋文帝、武则天、宋仁宗、明太祖一脉相差的科技制度。 哈哈哈哈,现在我们的好日子又来了,你们无产阶级,过去仗着我们公认阶级是领导阶级,欺负我们知识分子,现在你们滚了回到社会的底层去了,还是我们知识分子牛逼啊。 什么?八十年有一个重大题目叫做老体倒挂。书怎么可以允许工人阶级、技术工人拿的钱比知识分子多?这是绝对不行的。 知识分子、公教人员拿的钱应该是最多的。如果他们到了美国的话,那要活活气死了。 美国开卡车的人和管子工人拿的钱,那保人比大学要多多少啊?按照八十年的话语体系,这些都是文革余孽,都是极左路线。 但是按照他们这种话语体系的话,世界上最大的极左路线国家显然不是苏联,而就是美国。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技术工人待遇更高的国家了。 他们如果连苏联系都受不了的话,到了美国的话还不能弃风。所以在江泽民时代,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成果,官僚阶级的权势和分立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工人阶级彻底垮台以后,其实暗中他们的身体语言就像逢神贫通这样靠他们。相对于美国来说,好像实际上再也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适合他们的地方了。 哪怕他们的爷爷或者爸爸实际上金庸的爷爷或者爸爸是被共产党枪毙的,而他本人实在是找不到比共产党更舒服的寄生场所了。 然后这时候,顺着他们搞出来的那种歪瓜裂枣的自由主义来推论的话,那显然就是美国左化了。 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按照这种理论,你其实不能说是奥巴马或者克林顿把美国左化了。 你应该说是早在美国还没有存在的那个时候,美兰的菲利普和忏悔的爱德华就已经把欧洲变成左派乐园了,尽管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 然后你再仔细勘察一下,你又会有机灵地发现,你会发现基督教就是左派的大本营。现在有些费拉右派已经开始得出这种结论来了,必须得恢复多神教。 我们必须信仰奥丁,不能信仰基督。因为社会主义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本人,所以整个西方文明都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呢? 那又是不然而言,尤其是费拉右派就顺着这条道路,清而愈之又可以变成悔谍了。但是费拉右派能够造出来的,按照他们定义这种资本主义。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首先体现就是在水泼梁山那种时代,孙儿娘那种资本主义,由孙儿娘和张献忠和伴上的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才是真资本主义。欧洲那种行会可以占据工厂,不准老板进来的那种资本主义像什么资本主义?财产权得到维护了吗? 只有像朱元璋时代那种,谁是可以把贫下中东扫地出门,让他们去做张献忠的地主和资本家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只有中国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乐源。正如毛泽东时期曾经论证过,苏联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社会主义是真社会主义。 显然现在马上就可以论证出,欧洲资本主义全是假资本主义,只有中国资本主义才是真资本主义。 但是这样做的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无论欧洲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公益传统是由他们传出来的。 当然公益传统不是一切,这个应该会是有上传两劫的。 因为科学和技术不是同一种东西。科学是什么?是建模能力。它是你从各种乱七八糟的材料中间建立一个简洁的、具有高度解释能力的模式的能力。 它跟实验能力没有关系,甚至可以完全不进行任何实验,只凭颅类空降就可以做到,只要你的建模能力强。 大概是这样的,你要在森林中的话,你要是按照实证主义的方式去,我把所有东西都考察一遍,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三百六十度,每一个方向你都会研究一遍,你确实可以找到最佳路线,但是这发的时间是很长的。 而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没人这么做的。实际上是,大家估量一下哪个方向最有可能,我对你哪个方向去探索。 有些人的建模能力很强,它像达尔文一样,拍拍老的说,我猜某某鸟是怎么样让它产生出来的,什么什么性能是由性险的猜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先写下来,大家以后再看看。 后来过了一百多年,结果一看真是这样的。它就是在森林当中对着东北方向说,路好像就在这里,走下去虽然不在东北方向,但是在东北方向偏五度或者十五度上它找到路了。 另外一个傻逼,他说,我从西南方向开始,然后再向正南方向,然后再向东南方向,一路绕过来,等到三百五十五度都绕完了,在最后五度它终于找到正确方向。 在现实社会当中,这种人很容易被淘汰掉,因为你每一次拆不中的话,人生有限就只有几十年。你到五十岁的时候,你还是每一次都是失败,你根本就出局了。 好不好?而且说老实话,真正的理论家,像达尔文或者孟德尔那种人,根本就像我上次跟苏东坡那样,他们根本不是实验出来的。 可能只是实验了一两条,然后就靠把剩下的大粉拆出来了。剩下的人发现他拆得这么对,然后又给他把实证主义证据补齐了以后,后来的小学生就以为他真是实证主义考译出来的。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敢说,因为我自己就经常这么做了。你如果看我在微信画的条目,以我现在推特画的条目,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我四面八方沙王,什么地方觉得有了直接,我就喊两声,但是其实我书还没有开始写。 我写书写出来的时间一般要晚上两三年,但是写书的结果一般来说,也无非是加了几百个故事,跟我原先想象的东西相差不算太远的。 没有这种直觉,这种直觉就是建模能力。它是像是柏拉图或者诸如此类人那样,你大脑里面天生就有抽象能力。 有些人没有抽象能力的,就是得到很多信息,但是全都是一个像是搬家时期的一个仓库一样,地上杂乱武藏丢了很多东西。 它自己的头领也是非常杂乱武藏,没有办法从混乱中间提取出来混乱背后的秩序。这个是科学,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科学。 技术就是工艺传统,这跟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它靠的是首亿人的墨废知识。 就是那种你编写一部游泳百科全书你编不出来的东西,或者你写一部做爱百科全书你说不出来的东西,但是你到了床上你就自己会知道的东西。 那种东西就是动手闻才知道。什么能够学到?就是行会师傅和跟他的学徒手把手交,你看着我是怎么做的,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经验学会的东西。 上面我讲的那种理论家,他不会。例如,拿诺贝尔奖和克里克拿诺贝尔奖和克里克,他就不会,他们的实验数据是靠别人搞出来的。 开普勒也没有什么实验数据,他的实验数据是递谷给他的,但是诺贝尔奖没有给实验员,而是给了理论建构家。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员和技术功能在底下,理论家是没有用的。首先,理论家没有材料,而且他很容易被引到比如说金柏拉图主义、林芝主义的那些悬而又悬入,然后就变成东方神秘主义者了。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东方神秘主义者,例如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神秘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缺乏欧洲式的航会工匠传统。有这个航会工匠传统在底下承接,理论家的建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上下一衔接就变成科学,没有这样一衔接就变成玄学了。 更糟糕,东方神秘主义者,连玄学都搞不出来,因为你的逻辑一泡屋,闲学要有逻辑和建模能力,所以你的玄学是从印度和伊朗输入的,工艺传统是什么也没有的,所以你两头都落空了。 按照这种方式来解释世界历史,至少照我现在看来好像是天衣无缝的。当然,它就像我刚才描绘那种直觉的理论一样,我根本没有把实证主义证据加进去,但是要加进去也很容易。 我先把这个框架抛在这里,然后稀里哗啦地往里面扔注释,这个注释总是可以搞得出来的。 其实理论家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这个样子,实证主义识其实是史上最不重要的部分。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而然就是,大家经验性地感觉到的事实在理论上搞不出来,于是就出现宋民知识分子经常面对的那种人格分离状态。 大家都知道唱高了其实是要完的,但是合理的建议好像是很卖国的,很不中军的,很不政治正确的,好像不对。 而政治正确的结果总是要使坏人当权,好人倒霉。但是在绝望之中,大家觉得好像世界本来就是这么样的糟糕,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所见的世面很小,没有见到更广大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妇女一辈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就觉得蚕小脚、守洁、像印度寡妇寻妇这些事情都是天地,没有办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他们的圈子把他们自己框住了,他不知道生活本来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理论家起的可悲的作用就是,他把本来只是经验性的,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是我这小天这样的,变成什么,天理、天经地义,一定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既然知识分子都这么说了,没文化的小老百姓就觉得,好像自己也有指纹这样,这就是天命。但是他们的身体不符,总会有人去做白宝山的。于是就形成了社会正统和社会暗流之间的致命的分裂。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造成的效果就是,各种工艺的质量都莫名其妙地下降了,连皮鞋都变成报纸桌的,穿不成了。 然而,由于有克林顿总统,也由于有广大留学生偷技术,留学生可以带一个优盘回来,带一些新东西出来用上几年,比如说诸港澳大桥之类的东西用上几年。 但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诸港澳大桥可能是要塌的,可能会在五到十年之间塌。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发了个推特,这是我原来没有料到的。我本来以为,就算是前线士兵统统饿死了,在习近平面前负责表演的空军司令总会拿出精品来吧。 当年大清皇帝还在的时候,大家玩给皇上的东西,至少也是杨教士送来的正版金金大桑,不见得给皇上吃假药了。结果居然会有这种事情,他们居然在皇上面前让飞机的其中架掉下来了。 毛泽东时代虽然穷,苏联给他送来的一二十飞机,一二十飞机的来源是这样的。是苏联工程师在对德战争时期研制出来的东西。后来改版了好几次,在朝鲜战争以后拿给了毛泽东。 当时蒋介石的十五万军队占主了周三群岛,几乎毛泽东没有海空军,他不断地封炸上海。然后毛泽东就给苏联打个报告,苏联人派了一批飞机进驻上海。蒋介石就立刻下令把十五万军队撤回台湾,不撤回那些军队就送在那里了。 后来攻打一江山的也是这批一二十飞机的改装版。毛泽东得到这些东西以后,立刻就得志变猖狂,就出兵向陈寅克教授所希望的那样。陈寅克是个隐色史学家,这不是说他没有学问,他和所有士大夫一样怀有强调政治动机。 毛泽东来了以后,他就想到,当年唐高祖和唐太宗不也是突厥人扶起来吗?但他最后还不是征服了突厥吗? 他就写了说,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后,以非常高雅到广大土别干部、山东老干部看都看不懂的方式向毛泽东建议。虽然你是苏联人扶起来的,但是你还是可以背叛苏联。 你只要背叛苏联,我们就承认你这个鲜卑人是捍卫医官的正统继承人,然后你去北伐突厥让我们出一口气好不好。 后来毛泽东跟苏联决裂的时候,向萧全这些国民党系统留下来的,虽然自己在武器干校里面,他也在其他地方,反正是跟古拉格差不多的地方。 听了这个消息,还是欢呼缺一样,再回一路起来,挥着拳头,说干得好,干得好。从这些记录,你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政权背后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 于是,我估计毛泽东其实并没有看懂,但是他处于江湖萧雄的本能,还是干出了广大士大夫希望他们干的汪恩赴义事情。 既然苏联援界的一百多个项目已经到手,现在我可以翻脸一击了。 彭德怀元帅觉得这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因为他是领兵的人,可能在军事上比毛泽东要稍微内行一点。 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军事上的外行,但是他们凭借政治手腕把军事上的内行给整得很惨。 于是他就跑到苏联和东欧去,跟那些地方的军人同行打交道,考虑到要不要波乱反正一下。 而波乱反正这个词的含义显然就是,众所周知,东欧各国被波乱反正领导的人下场都是很惨的。 而我们实在是不能责怪毛泽东对此表示十分不满,认为非要把彭德怀整死不可。犯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会得整死彭德怀不可,因为彭德怀等于是已经打算让你去死了。 然后广大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又会出了你,通货留地说,彭德怀真是个好人啊,他是看到我们快要饿死了,像毛泽东上书了。 其实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真正是什么?就是他跟苏联人和东欧人联手,要把毛泽东拉回苏联的轨道去,这就是要毛泽东的命。 至于广大贫乡和中东饿死了到底是三千万、七千万还是多少多少万,这是任何人都不在乎,而且确实也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但是广大贫乡中的知识分子,因为自己就还是无产阶级出生了,自己在老家大概也饿死了不少人,所以就根据自己广大民间文学关于分君和忠诚的古老故事,把毛泽东发明成为分君,把彭德怀发明成为忠诚,于是他们的认知世界又合拢了,于是世界又变得非常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个解释其中他自己变成好人了。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解释体系,如果你不能使自己的世界解释体系合拢的话,你就会感到浑身不自然,非得把它合拢才行。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合拢方式,例如把李世民解释成为驱逐打鲁的英雄中书词的话,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那完成了另外一回事。 知识分子瞧不起屏下中文的解释方式,但是他们自己也来自洼底,他们的解释方式像高华智的解释方式也是一塌糊涂。 我现在相信我的解释方式是正确的,因为我是从全世界文明史的高楼去进行这方面的解释,占到这种解释,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会退化成为可笑的侏儒。 这就变成了下一个问题,我在这个解释题中是出于什么位置呢?显然,什么是诸夏,我们撇开文宣方面的伟大词令和跟三民主义的美好未来,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自由民主义的美好未来,和其他不用花一文钱的空头支票撇在一边,论识了什么是诸夏? 就是军生政权、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共产党称之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政权。 这个政权的真实身份就是,因帝国主义按照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规矩实行间接统治,在大清帝国内部扶植出来一些类似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士席的人物。 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下,亚历三大的希腊人、基督徒和犹太人肯发了一笔财,后来因帝国主义走了以后,纳塞尔实行社会主义又把他们夹给他了。 我就是属于这个阶级。什么是诸夏?就是说,如果当时在奥斯曼帝国还没有解体的时候,我们及时宣布独立,像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一样抱住英帝国主义的大腿,建立英帝国主义系列的附庸小国,那么无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进不来,我们就不会被共产党打倒,弄得一塌糊涂。 好吧,这个就是诸夏的真正动机,至少就是我的真正动机,但是单靠这一点是不能成事的,因为我这个阶级的人已经在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像冒屁江一样,不如说干脆出去大多数人一样,准备把共产党改造成为大清,在大清内部保存一个大明斯大夫阶级的二流合作者统治,而我是极少数,所以我必须尽可能争取尽可能多的人,所有可以争取的人都要尽可能模糊把它放进来。 但是,我要自己给自己占一个优先位置,以便把法统放在我自己本阶级所出身的那个政权上面的。 那么,沦陷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对于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因为从道理上来讲,你既没有给我出壮丁,又没有给我出钱,你不是我的臣民,你是中国人,中国人和中国统治和中国体制之间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你因为不可抗力,或者被共产党迫害,或者被张先生迫害而死掉的话,这下也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只限于给我纳税和给我当兵的这一小撮人。 至于你事实上有没有死光,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大清快要完蛋的时候,本来就应该狠狠地像蒙古帝国快要完蛋那样,人口重新洗一片破,之所以没有洗,是因为欧洲帝国主义进来了,保全这些人口。 然后广大知识分子跳起来说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给我们平等待遇,你们没有给我平等待遇,你自己当老板,让我当下纪,就是对不起我,我要达到你们,你们给我滚。 滚了以后你就…… 然后他们就接着抱怨说,像蒋介石像抱怨说,万恶的苏联帝国主义,你们趁着欧洲帝国主义滚蛋的时候跑过来侵略我们,把共产主义强带给我们,因为害了我们。 但是我们要清醒来头脑,首先你不应该赶着欧洲帝国主义,欧洲帝国主义留下来,你们就跟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打仗死几百人死几千人就行了。 即使欧洲帝国主义走了以后,你们不应该反对苏联帝国主义。苏联帝国主义来以后,也就像地理和士大林一样,整死你们几千万人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如果连苏联帝国主义没有了,你们按照朱元帐和张献忠的规矩完的话,那不才整死几亿人吗? 到底是谁好,这不是很明确的事情吗?现在在我们伟大的习近平统治的领导之下,他好像要实现陈寅客教授和广大士大夫阶级的理想了。 虽然你出身不正,但是我们要注意,按照士大夫阶级的理想来说,认真考虑起来就没有出身能正的统治者了。 没有武力又不高兴任何人使用武力的士大夫阶级,能够统治者都是侵略者。 如果我们说唐、元、清州都是侵略者的话,共产党也是侵略者的话,那么孔子本人最热爱的周公总该算是合法统治者。 没有一个儒生能够否认周公的合法性。孔子都认的东西,你敢不认吗? 但是问题在于,周人也是像满洲人一样的内亚征服的。征服了孔子本人所代表的殷商以后,孔子跟周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他不就是曾国藩跟慈禧太后的关系吗?孔子就是殷商被征服的后裔。 那么也许孔子被蒙蔽了,殷商应该是我们自己人了。但是按照现代的遗传基因方面的考察来讲的话,应该说殷商是亚利安伊朗人和西伯利亚蒙古人的混合物。 他们无论是从山西还是从什么地方南下,征服了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养猪和吃水稻的居民。 我们要注意,大概六千年以前没有文明的原始居民,河南一带的原始居民是吃水稻的,他们并不吃小米,后来他们变成吃小米的人。 所谓的贾湖人,照他们吃水稻的方式来讲,他们跟印度人、百岳人是很相似的。 按照现在我推出的最核的地方就是,原始的没有政治文明的人出非洲以后,他们那种种植热带作物很可能是从东非,因为伊拉克南部、美苏不达米亚南部的气候条件跟东非某些地方是很相似的。 与上伊罗和很多地方的沼地是很相似的,跟印度和百岳水稻种植去形是很相似的,很可能他们当时椰岛和水稻对应的是同一个气候带,很可能原始的水稻是在印度某个地方产生出来的。 后来改良版的水稻,这又是个民族发明学的题目了。水稻是谁先发明的?是不是吴越人所在发明的?还是印度所在发明的?这个不重要。 因为水稻不是只有一种。就像小麦有自己的原版一样,小米的原版就是狗尾巴巢。就看你把时间定点哪了,到底哪一种版本算是真正的水稻?在以前只算是原始水稻。 而如果把这些民族发明学的问题撇到一边去的话,那么我认为相当于狗尾巴巢一样的祖先是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或者是在印度和河口地带。 比较合格,能够可以合理地不叫狗尾巴巢而叫小麦,不叫钱热带作物而可以称之为水稻的作物,大概是产生于印度。 然后后来传到东南亚和长江流域,最后传到黄河中下游,这些人是没有文明,只有小部落的。 然后内亚征服着拥有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式的、伊朗式的政治国家的少数文明、文明人群体, 沿着内亚通道分两路东下,一路穿过松攀草地,沿着明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然后进入滇冕,一路东向沿着阴山山脉进入太哈山高地,南下进入中原。 进入中原这波就是阴上的先祖,他们的血脉显然是西亚人和南西伯利亚人的混合,他们进入中原以后就大规模了四起人肉来了,同时老百姓的食物由水稻变成了小米。 合理的推论就是,东亚的最初土族跟东南亚是东南亚土族的一个分支,是印度马来人种的一个分支,然后被西亚人、内亚人和南西伯利亚人征服以后产生了混合的阴上政体。 印商的贵族和上层阶级大体上是殖民者,底层那些包括很多被吃的人,大概是没有什么文明,也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土族。 他们被殖民以后连水稻技术也丧失了,水稻技术是汉武帝时期从明月人那里重新拿回来的。 中原是一个两可地带,古代的气氛比现代高,也就是说如果硬要种水稻是可以的,不种水稻种小米也是可以的。 印商来了以后,建立了第一个中国以后,他们不再种水稻了,而长江流域的百岳人仍然是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吃水稻和吃鱼的部族。 既然东亚自古也就是殖民者,都是被殖民地的话,那么任谁作为正统的问题显然就不太重要。 同时,你也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遗传基因到底是从哪一部分来的。 我可以合理推测,比如说,巴蜀人当中占大多数人是百疗人口。百疗人口也是东南亚人种一支,占少数的是内亚人种。但是在文明的分量上讲,可能内亚那一批人是更重要一些。 按照历史发展的经验来说的话,东亚作为被殖民地,他们自身输出不了比小村落更高的秩序,而所有的帝国都是殖民者建立的。 建立的结果是,等于是把你用直升机推上半空,如果直升机把你扔出来的话,你就摔死了,如果在地上爬了的话,你就不会摔死了。 你的人口和居住密集程度超出了原来的小部落、小村落所能支持的程度,然后帝国秩序突然简体,然后大家就会变成张献东相互残杀,把人口减少到原来部落、村落结构能够支持的分量,也就是说,人口损失一半是正常的。 按照户籍人口的记载的话,比如说,四川是损失人口八九成,但是由于户籍人口通常不占人口的全部,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真正损失的人口可能是占人口的一半左右,模糊估计,太精确的估计是不可能的。 至于死哪些人不死哪些人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颠覆其民肯定死得最多。 因为蝙蝠奇民平时说虽然受到剥削最重,但是他自己保护自己能力最差,所以他们必定死得最多。 跟民主小心的理论相反,所谓的善良老百姓是最有可能相互吃的,而勇敢的武士善于杀人的杀人专家反倒不会,因为他们杀人杀得有规范、有组织。 蒙古人吃人是不太多的,而宋人吃人是很多的,就因为你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然后一旦生产断绝,物流通道断绝后,除了吃你的灵或者意志,也没有粗织,而且尤其由于你不是武士,你没有一套什么人可以杀,什么人不可以杀的道德禁忌,要么平时就是什么也不能杀,只有别人杀我不能杀别人,一旦禁忌解除以后,你就会变成什么人都可以杀,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吃,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 张献忠的战斗力不强,跟蛮族酋长相比的战斗力不强,他就是顺民当中在太平盛时会变成白宝山和犯罪分子那种的。平时的时候,他们会变成白宝山被警察嚼掉。权威和秩序解体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变成张献忠。广大顺民在士大夫阶级,会冲到他的脚上去要求保护,但是还是会被他吃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死多少人,这种事情就完全看你秩序解体的程度,或者说是外来干涉的程度。 在最坏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先给美国人打一仗,然后你的所有的飞机都在半路上横下去了,于是你的面子整个撑破了,各路豪杰,纷纷起来增添一下。 而美国人向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他认为他已经把萨达姆打掉了,要去伊拉克为止秩序,这根本不是我该管的事情。 于是,你就像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以后的萨达姆一样,从他原先的残兵败将还可以做一个大军阀。 原来被你镇压过,或者是有野心的,现在看你不行了,起来增添一下什么库尔德人、什么宗教领袖之类的,各自变成军阀,形成这种军阀割据的情况。 这时候,如果巴克战争的迅速进来,那是满新的割据,实际还不太多。如果外来的干涉来的很不迅速的话,那么螺旋就会向下运转,底线更低的人更容易胜利,大片大片的无人区就会制造出来。 就会造成圆磨的那种局面,红金军几百里几千里一路吃着人走路。外界要么是不知道,要么知道了以后也会像卢旺达大处那样,说几句话,但是要让谁派兵的问题,大家相互扯皮。扯了几成年,人死得差不多了才进去。 在这方面,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对于巴蜀来说,显然人口是不均等的。平原人费拉是最多的,但是在关键时刻死的也是最多。 山地那些土司头目手下的人死的犯是很少的,他们当中保持内亚人和百越人的血脉是最多的。 大体上讲,横断山峡谷从青海、甘肃通向缅甸的横断山峡谷是内亚人的天下,最古老的内亚人小熊熊就是沿着山谷一路直到缅甸的。 这些地方形成的土司部落,从他们的长相就可以看出,还有内亚人的明显长相。 而东南部靠近湖南那里的那些山地,那是百疗百越酋长的天下,这两个地方的人口会得到保存。 中部那就看你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其实也无非就是像在袁末那样制造一些山城。 因为四川的地势气候是比较好的,所有的山城上面都是有泉水而且可以种地,在钓鱼台这样的山城上面节债至宝。 这样的情况下,在平原人死光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坐上几十个山城的罗亚方舟下来,而且这些山城可以具有情报侦察基地或者游击基地的价值。 比如说,你在美国能够制造出一个几百人的核心军事单位,然后在天下动乱的时候,这时候要招兵慢慢是极其容易的,筹款招兵,形成几千人的军事单位,然后从缅甸或者广东派人渗透进去,跟当地的土豪结合,建立几十个这样的军事基地,就可以比如说维持几百万人口。 再多可能不行了。我以为能够做到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一点了,比在更好的前途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 刘仲敬佳議員:"您上次也说,算来算去,华人在美国当中是真的那种费拉型、纯粹寄生型、只管个人奋斗、靠学历办事的做体家,反而是最有利的。 刘仲敬佳議員:"凡是想要在华人群体里面组织社区或是组织政治人,到最后都发现说这其实并不值得。 刘仲敬佳議員:"但是又照你现在的预测,华裔纯粹寄生性做体家群体,在美国未来的社会空间会迅速地被印度裔同质的群体所取代,因为他们并不会背叛美国,印度人不会这么做。 刘仲敬佳議員:"这从最近的移民法规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已经在有系统地增加印度的高技术移民进入美国的通道,而减少华人的高技术移民进入美国的通道。 刘仲敬佳議員:"现在在美国,不管是有没有取得国籍的这群华人,他们的子女未来是不是会需要面对非常剧烈的阶级下降?如果就个人的行为来说,那应该怎么办呢?" 刘仲敬佳議員:"应该说是几乎已经完蛋定了。这差不多是他们从出生时就携带了端粒,因为人的寿命在出生时就端粒的长段就已经注定了,可能是在你变成你的爷爷或者祖爷爷,在明朝初年变成中国人。 刘仲敬佳議員:"因为当时基本上是无人区的,当时产生的中国人要么就是蒙古人留下了一些王宝宝,在山西留下了一些内亚高家索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后代,要么就是朱元璋从湖南云那些山地里面强制签下的百岳酋长,也就是新一波内亚人和东南亚人移民。 刘仲敬佳議員:"他们以前也曾经有几批移民下山,结果都毁灭了。留在山上虽然穷,但是却遗产留下了。 刘仲敬佳議員:"你选的那种不是士大夫就是蝙蝠齐民的行为模式,差不多最近注定的是铁丁要灭亡。 这个灭亡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你自己的组织能力是很差的,另一方面,你背后的那个强大的祖国是会把你置于嫌疑的地方。 我认为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社会空间下降的问题,而是被集体抓起来驱逐出境或者关在某一个海岛的问题。 刘仲敬佳議員:"因为他们很容易为共产党做建立。而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单方面的。 其实这也是双方面的。我在八十年代还很小,但是我也看过,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反书阶段,专门出了很多西方人做的以黑苏联为目的、黑刻薄为目的书。 其中,有些人是这样描写的。他们描写的语气是非常同情中国的,就是说,中国在西方的情报收集活动不像刻薄乱坏。为什么呢?他们倾向于利用留学生和具有合法身份的华侨,替他们收集公开和半公开的材料。 这些人的语料就是说,中国人还不错,苏联太坏了。 请注意,现在川普说的话,其实跟他是一个意思。你利用留学生和人民战争的华人去收集公开和半公开的材料,但是现在川普认为这些人已经不能容忍了,因为形式已经变了,苏联已经不存在了。 同时,八十年代邓小平的中国还很穷,对美国还不能够什么威胁。 现在,虽然你的技术质量仍然很糟糕,但是钱至少是有了这么多了,体量这么大,而且你自己的大外线都做得太好了,让别人以为你可能真的能够干得出来出什么东西来了。 你想,郎威力在甲午战争以前,他还认为日本人会输。 因为按照账面上来看的话,舰队的数目,敦略的一些来说法,北洋舰队显然是略战上风的,再让北洋舰队就是他自己带出来的。 这还真不用说,如果北洋舰队一直承包给他的领导的话,日本人不见得能赢。当然,那时候日本人根本就不会打。 在这种两方面配合的情况之下,菲拉右派现在闹腾得这么凶,一天到晚骂黑人和墨西哥人恐怕预感到他们自己即将落到那种高不成、低不就、上下两层都进不去的状态。 这种状态,他们有一个现成的历史突入,这就是投奔延安。1930年代的马华,投奔国民政府的一阵子以后,在抗战委也开始投奔延安了。 国统区的小资产界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投奔延安,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没有什么出入,公教人员只有那么一点,大学是毕业生太多了,要他们向劳动界一起干活,他们绝对绝对不干。 做官又做不进去,他们自然痛恨那些成功地做了官的同僚,尽可能地黑他们,那么谁能够整死那些让他们嫉妒的呢?只有共产党了,于是他们就投奔到共产党去。 共产党给他们待遇还不如国民党,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美华我估计大部分都会投奔共产党的,只有强大的祖国才能保护你,马华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在本地社会当中出路越来越窄,按照你的解释体系,你不会说你自己不对。你会说是美国太坏了,比如说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要在黑人和墨西哥人统治下,白人要完了,以后美国要变成墨西哥了,美国没有出息了。 只有无比强大的社会主义,不是,现在是资本主义中国一年社会中方,我们华人就要出头了。我们华人的遗传基因比黑人和墨西哥人要强得多,我们是出状元的民族。 跟那些打工民族怎么能够相比呢?美国人左化了,不能离开我们的好处,我们就纷纷去投共吧。投共等你利用价值完了以后,回得去以后,你当然要进发想农场。 同时留在美国这一批,当然你已经做了见底了,那没有什么话好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下场摆在眼前。 阿斯匹林是谁生产的?败尔公司生产的,被美国人没收了。你以为只有布尔斯维克才会没收吗?统统给我没收起来。像《凯善林毫本演》那部电影《非洲船长》描写了什么,就是在非洲的德国侨民都被英国侨民抓起来,送到一条流氓船上去了。 英国侨民在全世界,甚至还不是英国殖民地,都会把德国侨民抓起来。按照双方的组织能力,你要是指望华人能够抵挡住美国人,抵挡一下美国黑人或者印度人,那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你别看他们平时吵得那么凶怒的话,到关键时刻肯定会全天覆没的,这就是他们将来的下场。战争结束会怎么安排,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他们就真的在维迪玛拉永远定居下来也说不定。然后就会产生一个黄皮肤,有几分黄皮肤,但是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已经不实质了,连士大夫的传统都维持不下去。 按照西班牙语社会的标准来看,是没文化的人,圣经知识和西班牙语文学的知识都很差,可能跟印度人差不多的人。 马华要是维持不住他们伟大的念念不舍的法语教育体系,他们将来的下场可能就是这样。 被毛泽东整过,顺便说也就是我老人家自己所出的那个阶级,如果毛泽东一直统治下去,黑五类不准上大学,不准当兵,你将来的下场也就必然是这样。 但是仔细考虑起来,好像是这种事情在言之推他们那个时代,李白他们时代已经发生过几次了。 李白的子孙就是这样,李白底部肯定是伊朗人或者其他群内亚人。 他的孙女后来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后来有一个比较有点小名气的士大夫跑去,发现著名私人女儿嫁给了农民觉得很不安,想让他们改嫁给世人。 他们表示说已经嫁了人了,再改嫁是不好了,谢谢你,然后他们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后来皇朝和秦宗前很少过,把尸体腌肉带着走的那个地方。 李白的孙女留下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十层当中至少有七八层就是在那些被淹的尸体之内。 比如说,我如果不到美国,我或者我的子孙下场多半就是这样的,跟我血统相同的人,同一个家族出身的人,将来的下场十层中间有八九层也就是这样的。 按照我的体育叫做猪笼草的命运,你的翅膀早已经被消化到了,你还觉得日子过得很粗糊,直到最后在肉体上和阶级上彻底毁灭的时候,你再要挣扎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可以挣扎的机会早已被你错过了。 那如果这里面有一群人,他们不想使用政治上你建议的这个租下这个路径,而使用婚姻或是加入其他小共同体来抹去自己华人的出身,你认为这有可行性吗? 这个倒是有可行性的,但是一般来说,政治不正确只对女人可行。例如嫁给波兰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华裔女人是很多的,而男人就不行。众所周知,男性华人的留学生是娶不到媳妇的。 他们又不擅长于运动,西方文化的传统又很差劲,给人的印象是像蟑螂一样猥琐。 而华人的女人很无嫁税,但是嫁税的结果就是,她们的文化传统将会消失。下一代不会觉得她们是华人,而会觉得她们只是有一点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亚洲人血统的波兰人或者美国人。 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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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